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日 星期日 上海封城 大家都知道 很嚴重 嚴重到 他連累到周邊的地方 都是風聲鶴淚 我們跟大家說過 杭州成為第一收容港 結果杭州也很嚴重 杭州人要漏夜逃離 大家看到很開心 當然不是啦 我們說得很慘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蘇州 以前中國有句話 上有天堂 下有蘇寒 就是蘇州和杭州 現在的蘇州 看到傳出一個消息 市政府說我們受不了 網上傳出一個消息 說蘇州市政府 核心班子開會 他們說蘇州快點受不了 因為每天都要做核酸 又要花錢 醫護又要花錢 志願者又要吃飯 保安又要費用 每天要花兩億人民幣 最近 企業又要退稅 又要花70億出去 蘇州的財政 已經搞不定了 所以不可以再等上海的清零不清零 自己的財政就立即清零 所以決定 五日之後 韓國業要恢復正常 如果不是 搞不定了 你這個計劃已經佈了江蘇省委 等政府批准 這個消息 很大震撼 因為大家都覺得 上有天堂 下有蘇寒 蘇州也頂不住 誰能頂得住 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抗疫一天要給2億 一個月才是60億 就算給你 搞得一個月兩個月 就像上海那樣封了兩個月 上海當然也不止了 只是820億而已 怎麼會蘇州沒有錢 結果 有網友翻查 他說2021年蘇州的公共預算收入 達到 一年是2510億 每個月是200億鬆一點 不夠210億 如果持續的話 兩句就是 420億左右 現在封城 這筆錢就沒有收入 完全是零收入 還要多給100多億出去 一來一回 就是500億 大家想想 數字是不是這樣算 因為你 不僅沒有錢 還要支出 這個跟上普京的數字一樣 上普京投資300多億 想著每年 每個月可以收幾億回來 很快收回來 一年收回 幾十億 五年就翻本了 結果不是 不僅沒有錢收 還要貼錢下去 一個月花多過億 燈油火燈 交電費也要交很多錢 還要請人 你有幾十萬呎的 500多萬平方米 600萬呎 600萬呎 你是不是要請人去工作 結果 交電費 開冷氣 開燈 水費 充斥 廁止 讓用都是錢 還要請人 那裏一個月花幾億 蘇州當然也一樣 沒有收入 不僅還要付錢 怎樣撐下去 而且最近他們賣地收入又是不行 全中國都賣不到地 全本都流標 而且他們最近還要為企業 退稅 沒有錢 還要扣喉 扣喉扣了70億 所以 蘇州方面也覺得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現在連續兩個月停工 我們的企業再搞下去 如果他們倒閉 我們 根本就沒有得了 因為企業一旦倒閉 就不會回來 所以蘇州政府決定了 不可以再這樣搞下去 短短 一個月左右就要取消了 因為 頂不住了 這個 是可以作為上海的例子 當然上海是一個政策方向 一定要你 清零 不可以解決 不可以鬆懈 我們對比 杭州一樣 杭州也是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也是如此風化 裏面的財政收入也大跌 你想一下 不過如果你說 財政健康 蘇州的財政 收入 就是排第四 原來是 上海第一 北京第二 深圳第三 蘇州原來是排到第四 竟然是高於廣州 以及杭州 所以 蘇州現在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想一下 這個供應鏈一斷絕 他們的廠一倒閉 他們怎麼辦呢 還有 賣地 剛才說了 很多地方賣地 都是出現流泊 因為大部分 地方政府 他們主要是靠賣地收入 這個賣地收入其實 是比起1998年 全中國的賣地收入 是增加了165倍 1998年的地方 賣地收入只是507億 全國 因為當時地不值錢 到了2020年 22年過去 收入 這個賣地的財政收入竟然到了84000億 增長165倍 你想一下 現在如果賣地收入少了一半 那怎麼辦呢 即是一年的收入少了四萬多億 這個對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是致命的 所以中共最近要放寬這個樓市 有很多地方已經漏漏地鬆綁 給你買樓了 你喜歡買就買吧 還要鼓勵買樓 還要鼓勵借貸 我們借錢給你買樓了 但是 你想一下 有誰敢買樓呢 我命也不知保不得住 我跟你買樓 買甚麼樓 買湯神一品 買世貿奔綱 買了回去也是一樣沒得寫 買樓 你也傻傻的 現在隨著中共的經濟 不斷被他搞 放地產爆煲 居民根本就不敢消費 越來越不敢花錢 這就是當年1929年經濟大蕭蕭的情況 經濟不好 企業收縮 居民不敢花錢 不敢花錢 企業賺不到 就更加收縮 然後就炒人裁員 居民被人裁 我明天也沒有公開了 我還要花錢 不好了 留下 所以是一個惡性循民 不斷萎縮 整個經濟 崩潰邊緣 而中共今年不單止是不對經濟 更加要打擊 用一個這麼嚴厲的偵察 根本就是極端的防疫 用防疫做藉口 實際上就是不讓人們出門口 製造業 基本上是毀滅性的打擊 而且貨品做了出來 也都運不到出去 運輸都被你拖垮了 全世界的航運 那些船全部集中在中國的上海外港碼頭 全部下不了貨 因為你全部都搞不定 貨下不了 也上不了 有部分就壞了 好 製造的沒有所謂 不製造的那些海鮮 食物全部變壞 誰賠 不賠 中共採點三芒果 當然 不斷地破壞自己的經濟 當然是很嚴重 所以美國一說收水 人民幣已經升下跌 這才會令到習近平 自驚 這樣也沒有用 現在中國就說要加大內需 又要加大投資 自己要基建 你開工吧 我們來打工吧 現在也沒有人相信 而且 有個問題 就是當大陸地方政府一沒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兇 到處想辦法搶奪民眾的財產 例如 搶奪私營企業家的資產 像大陸集團 大家也知道 過百億的資產 被人6億多 就強行拍賣了 根本就跟搶沒有分別 現在的問題 就是不只是地方沒有錢 連中央也沒有錢 本身 上海 就是全中國唯一一個淨收入的城市 其他每個地方都是要靠 政府補貼的 中央補貼的 最大的補貼就是河南省 河南省每年都要問政府補貼的 上海是唯一一個不用政府補貼的 蘇州差一點也要貼的 即是說整個江蘇省 浙江和江蘇省也是要政府貼的 你知道嗎 因為上海是動立於江蘇和浙江的 所以 上海是唯一不用貼錢 還有錢常見給中央 第二個 江蘇省 已經 不可以了 已經要 中央的財政補助 因為江蘇省 蘇州 南京 還有很多不可以的嘛 有些不可以的 財政不好的 就要貼的 拉上保下 也是要貼的 中共本身自己也沒有錢 我怎麼給你呢 現在的外貿 你想想 今年中共的這個搞法 上海就玩完了 然後 江蘇 浙江 又被你弄過這樣的事情 這兩個月 折騰到這樣 然後 最大的外貿 出口的省 也是嚴重的 跌架 因為也是封城 廣州 深圳 長期在封城 怎麼做呢 根本沒有生意做 好了 中共唯一是怎麼搞呢 是不是發債呢 現在你發債 你利息 迫著你 國內減息 美國佬加息 你減息 你的債是誰有吸引力呢 已經出現了倒掛 我們不叫倒掛 我們叫黃金交叉 因為 賣美國最穩固的債券 額比你中共 中共哪有吸引力呢 是不是玩完了呢 所以 現在大陸基本上是越來越沒錢 你看到了 他已經出了甚麼招呢 就是不讓你走 不讓你驗證 做這個 海外資產公正 不讓你移民 你不可以證明你海外資產是合法 是有外管局批准 很多那些批文你都拿不到的 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會配合你的 即是說 不讓你走 不讓你的資金外途 因為大陸也沒有錢 要割韭菜嘛 蘇州也破產 其實 很多地方也搞不業 當然啦 蘇州趕快開工 也可能不用破產 不過 部分的企業 已經打算走 因為你們這樣做 你想我們企業生存而已 中央不想 那些企業你也不會想的嗎 我知道蘇州市政府對我們很好 工業員對我們很好 但是 你們的中央 主席 對我們不好呢 想我們死 我們怎麼可能繼續下去呢 所以 蘇州 也是會大量的這些工業 搬走 當然越南是最大受惠 另外 其實遼國 柬埔寨 遼國的問題就是內陸 他也要解決一個 他可以做一些普通 不可以 太重的東西 運輸成本櫃 做一些輕的東西 紡飾也可能勉強可以的 柬埔寨也可能可以出海 當然泰國也是工業 很多工業在泰國製造 我們看到有時候 很多電子產品 衣服 都是泰國製造的 現在的中共 其實真的是自己玩死自己 那麼好的上海 被他一棍子打死 其實 大家都會 不會覺得 一些 奇怪 香港也毫不猶豫 捏死 何況你上海 何況你蘇州 你算老幾 在中國你排第四 全世界 你算老幾 是不是 要你死 就死吧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